我當過多少年的院長 我怎麼在乎這些 根本沒有起心動電 要來再回國 有新人士在反映這些事情 連報名我都不會去報 會在乎這些事 何康佩 這是絕加組合 實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很大 全國人民六成的人 我期待台灣的民主 政治大都是八年輪換一次 現在已經八年能夠 政黨輪替 對人民都是最好的選擇 這幾個月以來 郭友宜在國中理解論資 一直在成長 往非常成熟的境界前進 趙少康擔任副手後 分好的一個組合 互補性很高 總統參選的過程當中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王院長從一開始出來參選 就立體友宜一直到現在 尤其在各個過程當中 我碰上很多的困難 王院長不斷的幫我排除 也凝聚了所有的 國民黨團結的力量 王院長為國為民 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個人來做考量 選舉到了關鍵時刻 王院長 思思念念我的選情 不但願意 擔任這一次總統獲選人 全國獲民會的總會長 也同時整合了所有能夠 團結的力量 帶著所有夥伴全力充施 就像邵康兄一樣 臨為壽命情義相挺 配同總統候選人 向王院長來請義 王院長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長輩 對國家的貢獻 以及對台灣的愛 全民都理解 他對地方非常的了解 拜託院長擔任後援總會長 院長希望能號召各界的團體人士 共同來支持 王院長在立法院 就是我們的領導 願意擔任後援總會的總會長 等於是替 侯康兄增加百萬雄士 選舉勝算一定更高 特徵旨特別的職權 執法在人 人能夠執法正確 本身不違法 特徵旨就有他的功能 所以關鍵在執法的人 是不是依法行政 沒有 總會有所安排 老早沒有任何的借地 那個事情到現在維持 我從來沒有提過 馬總統表示我根本 不會去介意這些事 過了就好了 追求美好的 未來的關係 這才重要